电烙铁电烙铁啊 就是你们天天念到的这个重点原子的电烙铁T65 就是这么大的东西 然后烙铁头在这 内热室 正好有尺子嘛 正好有尺子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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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厘米左右 28.3克 什么概念 碱性5号电池 22.9克 就是说它的重量比一个碱性5号电池略微的重一点 这是一个绿玉莲的充电器 最大的是65碗 然后再找这么一根Type-C的线 这就能发挥它最大的功率了 然后这边脑袋上我给它尝了点焊锡丝 供电 充电原子 90 100多 220 250 300 大概有几秒 应该10秒之内吧 然后这边看一下它这个保持温度的功率 9瓦8瓦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用一个充电宝 看能不能把它带起来 这是一个安克的变压器充电宝2和1的东西 最大的输出 9V 8.2也就是20瓦 看它和它在一起的效果 也就是说 昨天下这玩意儿变邪性了 然后插进去 这边又显示了 这边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温度上的速度要慢一点了 慢慢很多啊 融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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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多度的时候它就融化了 到300度这种短时间 大概30秒多我感觉 调节温度 长按 然后两个同时按 出现了一个菜单 有电压信息 温度不近 休眠温度 休眠时间 待机时间 工作电压 语言选项 温度较准 旋转显示 恢复出厂版本信息 没准还支持欧帖呀 这东西不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观察屏幕的右上角 我只要手触碰到这个外壳 它就有这么一个小白点 上面是感应的 也就是说你不用它的时候 把它放到这 根据底边设置好的待机时间 它自己休眠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的一个小东西 现在是接着充电宝 实际上接充电宝 它就是收温省的慢 但是温度上来之后 它和这个65瓦是效果一样的 开化系效果 也是秒化了 我靠 这一坨 冷却一下 冷却一下 冷却之后把它拆掉 你看我这一不小心 还有个T100 也是正电原子的 所以这个冷却的时候 先折磨折磨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比较传统了 也是内热心 这个也没必要测试了 反正肯定是10秒之内 再快也没太多的意义 双击 有个菜单 不进设置 也支持休眠 休眠温度 休眠时间 待机时间 自动关机 参数选择 温度较准 输出电流 输出开关 透明器 多了个透明器 OK 现在它冷却 拆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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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看还不错 是无损 先看这个内热烙铁头 插进去的情况 一个接地 一个供电 一个应该是温度 OK 这个基础盒 就是它后边这个感应 看一下里边的线路部分 首先Type-C过来 然后最先来到这个芯片 JBE 这是个同步降压芯片 将Type-C 9-20伏的电压 降低之后 供后边的模块使用 继续往后走 继续往后走 看到一个CH571F 这个半导小心一下 这个WCH 这个品牌叫青柯 这个CH5C3系列 是一个有蓝牙功能的 32位MCU 但是这个烙铁不但蓝牙功能 这时候看它底下这个芯片 它的21角是天线 然后天线旁边 这两个18-19角 是精震 然后再看这个芯片脑袋上的 这个21角天线这个音角 是空的 它没有用 也就是说它有蓝牙功能 但是它没有启用 这个18-19角 接着是精震 再往上走 再往上走 这边有一个223B 这个它下面这个银角 可以和这个位置联动 这个就是刚才外面这个铁壳 由此可以判断 这个就是一个单键触控的芯片 然后这个151T 它是个和温度有关系的芯片 但是没有查到它的原始资料 最后面这个4443 这个就是个貌似管了 根据前面的这个质量 来控制 捞铁头是否加温 看一下这个东西 主要灵魂实际上就是这个开关电源部分 而且它这个开关电源做的还是真不错 它前面这个EMI抗干扰部分 很多和音频有关系的开关电源 都没它这做的丰富 电脑铁应该没必要这么怕干扰 两路电源这边还有一个直流直接输出 通过这个旁边印刷前路板走到下面来了 然后前面控制部分就是它这个小板 实际上是和这个里边有点大途小意 不是那种学校门口逗你玩的东西 不是那种学校门口逗你使用这个大途小的 我可以帮助他 你另外一顽帮助 您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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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帮助我